感情生活一切正常 你女婦上有没有英文吗 Oliver 中文叫燕子 这个婦伤我不知道 怎么会安排到盘 就关个盘 至少你不用付钱给她 她如果付钱给我 就是承报商 我们相互照顾对吧 永远出现婦婆 婦婆一出现我就感觉 我又要吃软饭了 这般会让新的一些导演啊 让他们感受一下 孙兴少年现在这种状态 其实要演什么样的戏 可能是人家还要挑人 然后我们再模范一下 看看谁比较适合谁 会有尺度的限制吗 尺度当然就除了三级片 那你现在转型生活 哎 进入到正体了 就是刚刚那些都是凉菜 对 现在上竹菜了 感情生活一切正常 你女傅上有没有英文的你知道吗 Oliver Oliver 他叫燕子 中文叫燕子 燕子 这个富商 这个富商我不知道怎么会安排到盘 就关个盘 那他富不富 至少你不用付钱给他 他如果付钱给我就是承报商 我们相互照顾对吧 相互照顾对吧 相互照顾对吧 你现在一个月就是开销大概多少钱啊 简单来说就是还有香港的爸妈嘛 还有黄老院对啦 然后还有一些法国的开销就是一坨现金 对 大概有多少负质 就是一坨 反而我还能吃得消 现在内地所有的永远出现富婆 富婆一出现我就感觉我又要吃软饭了 其实我一直在努力 很努力的在拼搏的去赚钱 维护我身边的亲人家人的一些保障 他也在台湾吗 没有他在大陆 是不是要暂时分隔两次这样 没问题他很豁达 他说如果你真的台湾如果有机会 然后让你去拍戏的话你就去吧 那时候跟美甄复合为什么会有破裂呢 又会破裂 因为我太晚熟了 这个爱情这块还没稳定 太调皮了 但之后应该会稳住了 因为都已经60 因为说真的啦 就是你回来住在天母也算你家对不对 也算对对对对 那我们都蛮担心的 担心什么 复合啊 担心就 不会的 真的还是朋友家人这样 就是朋友家人了 朋友家人 不可能了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现在考虑大燕子来吃 蜂蜂蜂蜂 吃膜吃很好 其实上次拍电影的时候他也有来 他喜欢吗 他非常喜欢 然后我也带他去了 我曾经去过的地方 你能够维持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 也让你不再调皮定下来的原因 他是让我笑的 他有让我笑的 他就是给我快乐 比较豁达包容 以前认识他之前 我可能是一匹野马 认识他之后现在变成一匹野鱼 以前出了状况呢 可能一直担心 失去谁 失去谁 失去这个东西 直到后来你想通想明白 谁怕失去你 其实现在我的生活是喜欢独处 然后我们也不喜欢再去社交 对不对 也不是说没有能力去交很多朋友 但是也不想交一些 逢草作性的朋友 我也没有这种兴趣 所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 也挺开心快乐